耶稣给门徒们洗脚以后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仆人不能大过主人 奉派遣的也不能大过 哪派遣他的 你们既然知道了这些事 如果实行便是有福的 我不是说你们全体 我认识我所拣选的人 但经上所记载的必须应验 吃我饭的人也举脚踢我 现在事情会发生以前 我就告诉你们 使你们到那时相信 我就是那一位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凡接待我所派遣的 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的 就是接待派遣我来的那一位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 今天我们所读的福音 是回忆 以前的一幕 我们现在是在复活期 复活的耶稣来了 以后教会直到世界末日 都是复活的耶稣陪伴着 我们回忆耶稣死之前的一幕 在晚餐厅洗完脚 耶稣讲的话 事实上 当我们的朋友或老人去世以后 有的时候我们也回忆 随着时代 年月的久远 好多事情想不起来了 但是想起来那些主要的 现在圣若旺 在差不多百岁的时候 也就是六七十年过去了 他写福音 他想起来一些主要的 要不到福音最后 他说 我如果都写下来 连这个世界也成不下 我也写不了那么多 把这些主要的写下来 就够了 以后教会要按照这些实行 这是圣若旺 在圣神的默感下 认为为教会主要的原则 那么从今天这个回忆 耶稣在晚餐厅里所说 所做的 我们从三点去理解 第一点 人是谁 人是谁 从前在课本上说 人是高级的动物 跟普通的动物不一样 我们家里养的狗猫 我们到动物园看的 是五脏六腑 都有 但是不一样到哪呢 我们人可以思考问题 可以自由地去爱 动物没有 所以说 人是高级的动物 跟他们不一样 要不我们管着他们 从来没有说 哪个动物厉害 把人关起来 他管着 我们比他们强大 别看个头 重量 力气 我们不如他们 但是人 有灵魂 说人是高级动物 还可以有别的定义 说人 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 一个人单独的不能活 一个人不好 圣经上也是这样说 需要跟别人一起生活 彼此帮助 可以给人下不同的定义 但是今天 透过这段福音 我给人一个新的定义 人是谁 是什么 人 是为别人而存在的 可以这样说吗 人是什么 为别人而存在 一个动物 又回到动物这里 他就吃了 喝了 然后自己玩 别的动物 其他的动物 对他有危害 他马上大喊大叫 或者上去厮杀 要不然 他有他自己的天地 人一定不能是这样 自己吃饱了 喝足了 然后自己想玩就玩 为自己活 牵住造的人 不是这样的 一个人单独不好 我要给你造一个作伴的 让人 跟另外的人 发生关系 这就是给人家的定义 一个人是为别人而存在的 我们从小读书 大了以后 学习一门手艺 说自私一点 能咬家糊口 说好一点 其实真正的 我们做什么 都是为别人服务 你在工厂上班 做衣服 你做的衣服 不是让你自己穿 对吧 是让大家穿 你种地 种粮食 种的不是让你自己吃 卖给别人 别人吃 我们种的菜 也是给别人 养的猪 也是给别人 所以我们看 无论做哪一样工作 都是彼此服务 我为了别人 别人为了我 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天主的计划 人是什么 是一个为别人而存在的 那别人呢 是一位和我有关系的 一定不要认为别人 在公司的单位在公司 还是在教会内 难来的北往的 我们走到一起 是天主放在我们生命的路上 让我们彼此感动 彼此帮助和服务 所以换句话说 别人是谁 所谓的别人就是我遇到的 我认识的 那是要我服务的人 那是天主给我的礼物 让我成长 成全 成圣 看 说到这里 我可以问 我看到别人以后 我是存着戒心 我离他远点 我不认识他 我还是发现 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 我连想都没想过 昨天来了几位 来的这几位 遇到原来在这里 已经待一个月的人 我们就这样相遇了 我可以为他做点什么 今天我能不能注意到 他的需要 说话的时候 我用心听他 我举的例子是在这里 其实我们每个人 每天可能都遇到一些人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 把身边的人 当成天主送给我的礼物 有的时候他给我带来麻烦 是 他让我更有耐心 他帮着我成长 我学习 为身边的每个人服务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其实 有一个成语叫 随遇而安 这样我们就 既来之则安置 有的时候我们 遇到一些 我想不到的是人 我就说 怎么会这样 我都接受不了 跟我想的不一样 气死你了 真的 你就每天如此 是你要改变 你的心态要改变 不是这个环境 别人都要因着你改变 是你要接受这一切 把它看成从天主来的 让我成长 天主的爱 送给我礼物 一下子整个世界都变了 你会说 怎么这么好 哪都好 因为你的心在长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我们 人 我自己是什么 是一个为别人而存在的 别人是什么 别人是送给我的礼物 是我要服务的人 第二点 你们既然知道了这些事 如果实行便是有福的 很光知道不是有福的 耶稣说 如果实行是有福的 我们讲的这些道理 不是一听 讲的是那么回事 挺好 神父讲的可好了 不是这样的 如果实行是有福的 这就是一个共荣的灵修 教会讲的 福音上讲的 不是一个 让我们彼此传递的信息 而是每天要实行的 实行的是有福的 服务不是一个概念 一个理想 而是一种具体的行动 那时候耶稣给人洗脚 今天每年一次 过圣周四 神父给人们洗脚 以后三百六十四天 再没有洗过脚 这个没有意思 光是礼仪当中 纪念一下 今天我们读这段福音 圣若望想起来 几十年前耶稣做的 他就是要我们 要今天的教会 我们读了这段福音 要我们每个基督徒 在每天的家庭 工作生活中 去服务别人 具体的行动 我们是在一起的兄弟姐妹 彼此要服务 而不再像以前 你不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 像在国家社会上讲 人类命运共同体 每个国家 我们都不能跟别的 没有关系 而是息息相关 我们困在了一起 你看 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讲法 一个新的灵修 是共荣的 天主圣三是在一起的 所有的人是在一起的 我们不是彼此无关的 让我们用具体行动 活出这段福音来 最后 耶稣给了我们一个警告 请注意听 吃我饭的人 也举焦替我 这是耶稣给我们一个警告 给谁的 来参与弥撒的 我们是吃耶稣饭的 吃我饭的 也举焦替我 不接受我的话 不按照我的话 生活 耶稣想说什么 每次来参与弥撒 光是人来了 不够 我们热心的 领耶稣的身体 不够 从这里汲取力量 回去生活 一天当中 靠着早晨 耶稣给的力量 接受了这个爱的礼物 让耶稣在我内 在我的生活中 让耶稣和我一起爱 小德兰说 我们自己怎么能爱呢 做不到 他要求我们像他一样爱 除非他在我们内 帮着我们去爱 我们做不到 我不会像他那样去爱 我会很自私 是的 我们不要吃了耶稣的饭 耶稣在这儿说白了 就像我们吃饭 一会儿有人做饭 给我们做菜 端到桌子上 在这儿每一次弥撒 是耶稣给我们准备饭菜 现在 他的生言 一会儿他的身体 我们转身 弥撒里程 出去了就忘了 该怎么着怎么着 那耶稣说 你举脚提我 刚吃了我喝了我 你们现在就这样 又吵又闹 又恨 不可以 所以这是耶稣 今天在福音中 告诉我们的 他要求他的门徒 像他一样服务 用集体的行动来 而且 否则的话 我们真的对不住他 是在反对他 我们祈求耶稣 原谅我们的过去 每天 借着感恩机 再改变 越来越爱 付出行动 阿们 阿们 我一样服务